我们是炎黄子孙,龙是我们民族的图腾。 几千年来,龙一直都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之中。 除了皇帝是天的孩子,龙的化身以外, 普通人对神龙只能膜拜,万不敢亵渎。 不过历史上却有这样一位皇帝, 他不但见过龙,而且还亲自张公搭建射死了一条龙。 这应该属于同类相残,毕竟皇帝本人是龙的化身, 一条龙杀死另一条龙。 这在历史上绝对仅此一例。 正常的皇帝都是静着龙,这位仁兄确实看到龙, 二话不说就是一剑。 由于是有母民族出身,身体强壮, 很善于射箭,能拉开三百斤的大弓, 于是一剑下去,那条刚刚准备起飞的黑龙瞬间就凉凉, 坠落了下来,以体被相关官员捡回国库, 成为了皇家收藏品,史书中是这样记载的。 阿宝基,据西楼沾帐中, 陈启,见黑龙长十余帐,威夷其上,隐功射之, 即腾空腰脚而逝, 追于皇龙府之息,相距以千五百里,才长树尺。 其后女真灭辽,上藏其孩于内裤, 经求物事长子圆,长剑之,伪裂肢体皆全, 双脚以为人所结,与水龙化,却相似。 盖其背上裂,不作于裂也。 简单翻译一下,大概的意思是这样, 阿宝基有一天早晨刚刚起床, 看见有一条十余丈长的大黑龙,正在往天上飞, 于是他立刻搭弓射箭, 黑龙还没有飞上去,就被射了下来, 坠落在皇龙府以西的地方, 被射落的龙身体迅速缩小, 变得只有几尺长。 后来金人灭了辽国, 在辽国的内裤中, 金国的人还见到了黑龙的遗体, 他的尾巴和四肢都还在, 但是龙的双脚已经被截去, 与画中的水龙形象很相似, 不过龙身上的鳞片跟鱼的鳞片不一样。 阿宝基就是这么优秀, 开弓一射,连龙都能射下来, 更神异的是, 阿宝基死后, 有黄龙盘旋在他遗体当时所在地的上空, 那个地方被改名为黄龙府, 也许真的如古人所认识的那样, 皇帝是龙的化身, 那一条龙杀死另一条龙, 也就不稀奇了, 弃丹是草原游牧民族, 本来是一直被中原汉族王朝, 死死压在塞外吹寒风的。 游牧民族的首领们, 长久以来也很甘于这种生活, 生活过不下去的时候, 就骑马去边境狠狠抢劫一把, 抢完了东西就跑回草原戈壁, 继续喝酒池肉住粘放。 本来契丹族也是延续传统, 过着这种草原生活, 直到阿宝基横空出世。 契丹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才被打破, 所以阿宝基的伟大, 不仅仅在于他建立了辽国。 更重要的是, 他敢于打破常规, 改变了自己民族, 千年来不变的生活法则, 从而改变了民族的命运, 与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一样, 阿宝基的出生也具有神话色彩, 《老史》中记载, 阿宝基的母亲, 梦见太阳钻进自己怀中, 然后怀孕, 阿宝基出生之时, 产房内有神光异乡环绕, 刚出生身体就如三岁小儿, 落地便能爬行, 三个月便能行走, 满百日便能说话, 凡事均能未不先知。 阿宝基经常说, 自己左右好像有神人护卫, 所以力大无比, 百战百胜。 这样神奇的绅士, 为日后他施展雄才大略, 立国称帝打下了第一步基础, 这第一步非常重要, 直接为阿宝基日后的所有作为找足了借口。 中国的古人就相信这一套, 陈胜无光起义, 要在于肚子里塞张字条, 还要学狐狸装神弄鬼叫几声, 刘邦的母亲和蛟龙交合, 管有身孕生了刘邦, 刘邦是龙的儿子, 再加上后来他还斩了一条巨蟒, 是帝之子斩白帝之子, 所以他最后才能打败项羽, 一统江山, 建国立业。 有了前人的成功案例, 那后人只要大概改一改抄一抄就好了。 于是阿宝基出生时的种种神迹, 以及后来涉落黑龙的事情, 自然就全部顺理成章了。 有了神助身世的加持, 阿宝基凭借自己的出众才能, 开始了改写命运的道路。 他积极学习当时汉民族的先进思想文化, 重用鲁掠来的各行各业的汉人, 让他们在契丹修建城池, 开荒种田, 仪帖主言, 社官讲学, 民族通婚, 当时所有的契丹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, 这些政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民族, 传承上千年的生活方式。 汉化之后的契丹, 颖先了当时所有的游牧民族, 当然这也为日后, 他们的王国埋下了祸根。 游牧民族一旦接受了汉化的民族改革, 很快就能飞速发展起来, 并结合自身的优势, 超越当时的其他民族, 但是他们原本所拥有的优势, 会渐渐被汉文化中的腐朽因子慢慢吞噬, 最后导致民族的迅速衰弱, 并走向彻底灭亡。 契丹的崛起得益于汉化, 他的衰亡也是因为汉化, 因为汉文化在契丹族内的传播, 一方面使契丹更为团结, 更服从于权威的领导, 民族有统一认同感, 和归属感是立国的前提。 另一方面, 行政官职系统化的设置, 也使国民的劳动分工更加明确, 不用再如过去那样, 在迁徙中互帮互助而分工模糊, 劳动效率大大提高, 民族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, 未开疆拓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 阿宝基是设立, 南、北书密院、 大替影司、 市卫司等国家机构, 官职从中央到地方层层细分, 整个国家的行政体系就建立起来, 不再混杂无章, 更有利于管理。 但是有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, 当皇亲国庆们有了官职权位的时候, 他们就会更加不满, 更加贪婪, 人人都想当皇帝, 但是皇帝永远只能有一个, 那怎么办呢? 办法只有一个, 那就是造反, 阿宝基称帝后, 他的兄弟们就因贪婪无度, 而群起造反, 虽然最终都被他镇压, 但是这也很能说明, 永牧民族汉化的最大弊端, 就是导致其在崛起后迅速的衰弱, 当时的事件经过大概是这样, 阿宝基的弟弟拉格, 耶拉, 营迪什, 安端等反派, 安端的妻子把他们的计划, 秘密告诉了阿宝基, 阿宝基平定了叛乱并原谅了他们, 结果不久之后他们再一次叛乱, 想带兵直接逼宫, 阿宝基再一次平定叛乱原谅了他们, 之后他们又一次叛乱, 这次阿宝基忍无可忍, 采取了铁血手腕, 但也只是惩处了一些罪魁祸首, 并没有大开杀戒, 由此可见阿宝基的仁慈与宽容, 泰国支出国籍不稳, 如果靠滥杀无辜树立威权, 那很快就会江山一主, 改朝换代, 阿宝基很清楚这一点, 所以他才一次次的隐忍, 直到不能再忍的时候, 才果断选择平叛, 一次性解决问题, 这种现象不是只发生于辽朝一代, 唐初的玄武门之变, 明初的朱蒂勤王, 这些叛乱从本质上是一样的, 唯一的区别, 只是成败与否而已, 阿宝基的弟弟们很倒霉, 因为他们的哥哥太过于强悍, 不过他们也很幸运, 在好战嗜血的草原规则中, 他们一次次得到原谅, 保全了性命, 虽然被派挤出权力中心, 但是依然可以过着贵族的生活衣食无忧, 直到自然死亡, 阿宝基一次又一次对叛乱之宽容态度, 真的仅仅是因为, 他为人处事仁爱宽厚, 真是手足之情吗? 答案是否定的, 人资宽厚只是他选择原谅叛乱的其中一小部分原因, 深入细想以下,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, 辽朝是一个以契丹族为主体, 混杂其他多个民族的王朝, 契丹人是有限的, 其他民族如汉族和西族, 在辽朝的人口基数中, 占有很大比重, 王朝的最高核心权力, 必须牢牢掌握在契丹人手中, 如果皇室相残过度, 那岂不是相当于自检羽翼, 大开杀戒也会引起其他皇族成员的恐慌, 可能还会引起更多的叛乱, 到时候万一再遇到一族的反派, 皇族内幼因为自相残杀元气大伤, 没有可以倚靠的力量, 那江山一主, 想要悔不该当初就晚了, 阿宝纪深谋远虑, 他很明白这一点, 所以他选择了宽容, 既为皇族保存了力量, 又赢得了人心, 一举两得, 何乐而不为呢? 平定了内乱, 安顿好国内, 接下来要做的, 就是对外开疆拓土, 当时还是五代十国时期, 各个割据政权还在逐鹿中原, 与契丹的正面冲突比较少, 这就给了阿宝纪机会, 阿宝纪逐步吞并周围的少数民族部落, 稳步扩大帝国的疆域, 当时阿宝纪所征伐的地区, 多为游牧部落, 与中原的定居民族, 不会产生太多的交集, 这就给新生的疗潮, 减轻了很多外来压力, 阿宝纪本就是雄才大律之主, 再加上如此的天时地利, 可以说是那个时代造就了他的传奇, 天赞五年七月二十七日, 阿宝纪在出征渤海国, 返回皇都的途中病逝, 中年五十五岁, 藏于祖灵, 统合二十六年七月, 竟是为大圣大明天皇帝, 妙号太祖, 阿宝纪自幼聪明, 才智过人, 经过多年的征战, 把北方各族统一在, 自己的政权统治之下, 建立起扶原广阔的辽王朝, 至今俄语发音仍称中国为契丹, 可见其影响, 辽史赞约, 东自海, 西至于流沙, 北决大漠, 信为万里, 历年二百, 其一日之故灾。 中年五十五岁,